What's up 今天我回到台灣了 我們的芬蘭之旅結尾就在這支影片 回台灣之後我發現感覺好像也還是蠻冷的 可能是因為在芬蘭那邊的室內都有開暖氣 所以在室內的體感溫度其實算是不會覺得太冷 但台灣就是早上起床會有點痛苦 那剛回來其實也堆積了很多工作 像我其實昨天一回來之後一下飛機 馬上就接著一個晚上的演講 這支影片拍完之後我要趕快的再去把累積的工作做完 但是想說呢也是先來做一個wrap up 先來做一個芬蘭游的結尾 那這次是我們九個人第三年全員到齊一起出國 去頭去尾待了十天 從台北到阿姆斯特丹轉機到賀辛基 然後在國內線飛到羅瓦涅米 那個很難唸 然後在這邊待了七天之後 再飛回來賀辛基待了三天 最後一樣轉機阿姆斯特丹回到台北 那在這個期間當中呢 我們一共拍了23支vlog影片 喔好扯 那我們到現在呢 雙根也持續12天了 行程去了很多地方 吃了很多東西 見到很多人 那這一切的一切呢 我都有把它整理成播放清單了 我把它放在這邊的資訊卡 它的順序就會是從第一集到最新的 現在這一集應該也會算在裡面 24集 所以總共有24支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按照那個順序去看 那我在進入講自己的感想之前呢 我想說先來問一下滴妹的感想 因為在上一支那個機場問大家的感想 滴妹因為飛機的關係太不舒服了 沒有問到她 所以我現在來打電話給她 喂 起床了嗎 呃 好我要問你那個 昨天機場 我們沒有問到你 要問你那個 這次芬蘭的快問快答 OK嗎 呃 呃 好 哈哈 好 OK 第一個 呃 最喜歡的活動 我在高醒的 哈哈哈哈 你又問什麼 最喜歡的活動 我很喜歡聖誕老公公合照 喔 真的假的 跟 跟 跳海 大家都講跳海 大家都講我沒有去到的那個 好 那再來最喜歡的景點 呃 欸 小姐快問快答好不好 速度可以嗎 節奏 不是 你一早打來問我這些 什麼一早 現在已經一點了 現在已經下午一點了 什麼一早 喔 景點喔 我覺得是那個哈士奇 喔 哈士奇農場 蛤士狗毛那邊 好 再來最喜歡的食物 裡面是烤鮭魚 烤鮭魚 喔 OK OK 呃 最喜歡的民宿 我說實在比較喜歡第一間 OK 因為你們第二間睡的地方太小是不是 也不是 因為第二間他 就是我一直睡不好 喔 就他的枕頭跟床 喔 OK 對 我一直睡不太好 了解了解 好 那最想感謝的人 我覺得這次旅程 如果最要感謝的話 應該是 Pierre跟美根 他們這次 一手包辦這樣子 帶給我們 對 一直以來都很早 因為 前兩三年 就是也是大家討論 可能要去哪裡之後 然後Pierre跟美根他們就會主動的 先幫大家查看一些事情 欸 去年不是你跟魚乾安排的嗎 對 就是 就是 但是第一年 Vindale也是啊 喔 對對對 第一年 對 第一年 Vindale也是他們 對 就是他們就是會事先幫大家 常看 跟探觀很多東西 對 所以就是 很感謝他們 就是一直幫大家 做那麼多功課 OK 好 好的 那差不多這樣 OK 掰掰 喔喔 怎樣 沒有 掰掰 好 我繼續拍我的部分 掰掰 好的 那接下來換我 我最喜歡的活動 欸 這真的很難欸 快問快答的部分 我可以想吃飯嗎 我最喜歡吃飯 好 我最喜歡吃飯 就這樣 再來景點 最喜歡的景點 是餐廳 不是啦 開玩笑的 等一下 景點我真的想一下 我覺得 教堂不錯 教堂 就是我很喜歡教堂的 就是 那些 那幾個 老教堂 賀辛基大教堂 然後那個 老教堂 然後還有那個 石頭教堂 欸 剛剛不是說只能一個嗎 沒關係 不管 反正這是我自己定的規則 食物的話 OK 這要認真來回答囉 最喜歡的食物 我真的發現 我的這個vlog影片裡面 十支裡面有 有五支 的主題都是食物 但是我 我真的 情不自禁 你知道嗎 我就是喜歡吃 沒辦法 人會傾向記錄下來自己喜歡的東西 但食物的話 但食物的話 我覺得 最推薦的 應該會是 鮭魚相關的系列 不管是聖誕老公的烤鮭魚 或者是那種鮭魚湯 在芬蘭這裡我們一共吃了三次鮭魚湯 一次就是在羅阿尼米那邊的一個餐廳 吃那個沒有拍 然後第二次是在那個芬蘭風味餐那邊吃的鮭魚湯 然後第三次是在那個market square 在賀辛茲吃的 這三個啊 第一個喝的時候就覺得還不錯 但是沒有到很好喝 因為它太濃了 但第二個就比較好吃 比較好喝就是它比較沒有那麼濃一點 但是就是鮮味很夠 然後最後第三個在market square是 我覺得最好喝的 因為它加了那個酸奶油 然後喝到最後一口都還是很好喝的 又夠濃但是又不會太膩的味道 雖然說第一個 就是它有點像是 從最不好喝到最好喝 但是這個最不好喝還是很好喝 所以我覺得去那邊一定要喝他們的 海鮮湯鮭魚湯 然後跟吃他們的烤鮭魚 那個就是直接產地 然後他們已經料理這個食物幾百年了 他們最知道的什麼料理它 所以我會推薦這個系列 那另外一塊我覺得他們的素漢堡也都很好吃 他們的每一個餐廳裡面 只要是有賣漢堡的 一定有賣 beyond meat 或者是那種素肉 patty 的漢堡 他們的素漢堡我覺得會料理的比台灣好吃耶 我不太確定說芬蘭是不是因為很崇尚素食 所以素食是那個 vegetarian 的素食 不是 fast food 的素食 所以他們素食漢堡都做得不錯 那我覺得素食漢堡也是一個 我滿有印象的點 光是素食漢堡這一整趟我也做了兩集的影片 所以你就知道我多愛吃了 快完快到的部分在哪裡呢 沒有關係 反正這是我訂的規則 我再講一次 大家不要管我 那民宿的話 我比較喜歡 第二個 我覺得第二個的感覺那種 四通八達的 然後很有豪宅的感覺 而且還有它的那個那種擺設的品味 我很喜歡 然後也離市中心非常近 去到任何地方 走一走就到了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地點啊 內裝啊 然後我的房間也變得比較大 所以這個 我還 我比較喜歡第二個民宿 那最後最感謝的人當然就是我們的偉大靈隊 劉沛跟美根 真的是給他們一個掌聲 他們這次真的非常的照 有很多有拍到沒有拍到的 沒有他們的話我們這趟可能 可能會出大事 所以真的非常的感謝他們一路以來的幫忙 然後從最一開始的行程安排 到中間就是 引導我們 然後照顧我們 然後到最後 整個shoulder wrap up 這也會連接到我 接下來這一部分要講的 就是我們要公佈 這一整趟行程的 總共花費 那這也是 劉沛大大喔 幫我們整理成一個 非常清晰的Excel Sheet 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 每一個細項花多少錢 以及我們每一個人總共要 花多少錢 在這一趟 這個十天的芬蘭遊當中 好 那我現在就 來開一下 劉沛她 今天整理給大家的 好真的是非常的驚人喔 我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這一邊呢 是 嗯 細項 就是 有哪一些 初項 然後 然後 這裡的話是 她多少歐元 然後轉換成多少台幣 然後這一邊的話是 嗯 那個 我們每一個人 跟財分 因為 我們有一些費用是 應該所有人都要付的嘛 像比如說租車 但是租車是我跟Pierre先墊 所以他這邊就會去扣掉說 我們先墊的錢是多少 然後 要分給大家錢是多少 然後 每一項這樣記下來之後 到最下面這裡 就會有說 呃 總共應該要付多少錢 然後呢 這個人他已經付了多少錢 所以 他還欠多少錢 那 這一整趟很多的工費 都是劉沛她先墊的 所以呢 這就是他做的一個非常詳細的 我們的出資表 那我們來講一下花費喔 我直接講結論 呃 我個人 這一趟旅程 總共下來的花費 是 六萬 八千 五百零三塊 主要的花費 呃 是在這個 機票 我們從台北到賀辛基的機票 是 快三萬塊錢 兩萬九千八百三十塊 然後 從賀辛基到那個 羅阿涅米的 國內機票 是六千七百一十六塊 所以這個機票的部分 佔了 就是差不多一半的 整個整體的金額 租車的話其實也 也沒有到想像中的這麼貴 租車因為我們總共租兩台車嘛 但當然是大家 大家就是評分這樣子 所以說租車兩個 加在一起的話 總共是差不多三千七百塊錢左右 一個人 我們在羅阿涅米的那一整段時間都有租嘛 所以差不多是七天 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當然車子還有其他加油啊 什麼的 那個就真的還好 沒有多少錢 加油總共加起來 全部攤提下來的話 才不到一百塊 對 所以還蠻OK的 蠻OK的 其實我們也沒有到 真的去很遠的地方嘛 其實都開的都是靜靜的地方 然後再來的話 下面還有列的一些 就是可能 比如說什麼 博物館的門票啊 然後 一些停車費 一些活動的門票 摩天輪的門票 還有一些共食的 就是我們可能去餐廳 然後一起買來吃的那種 大家一起吃的食物 我們也會都列在這裡面 沒有列在這裡面的是個人花費 就是你個人的食物花費 跟你個人的購物開銷 這些東西沒有列在這裡面 所以它是一個公版 就大家還欠劉沛這些錢 因為劉沛都先幫我們帶電了這樣 所以總共是六萬八 其實我看到的時候 比我想像中的便宜 我原本以為一個人 會要到可能將近十萬塊 但如果算進去 我想一下喔 如果算進去吃飯的錢的話 我再算一下吃飯的錢 吃飯的錢 我們平均下來一餐在那邊 差不多就是五百塊 台幣左右 所以我們就說十天嘛 五百塊 然後通常吃兩餐 所以就一千塊 然後在那邊待了十天 所以就一萬塊 所以餐費一萬塊 這樣加下來的話 其實也才七萬八 所以也比我原本預期的 將近要十萬 再低了一些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我們這個 全部一起 會攤提的關係 所以像比如說民宿 我們雖然住得非常豪華 第一間比較便宜一點 一個人攤提下來就是兩千出頭 然後第二間雖然比較貴 但是這樣算下來 一個人也是兩千出 就是快要三千塊 一碗這樣子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這次的開銷 我覺得非常值得啦 非常值得 就旅遊這件事情就是 你錢花下去之後 然後你會賺到很多很多的回憶 可以去體驗另外一個國家的文化美食景點 我覺得是相當值得的 其實對我來說 最大的成本反而是時間 就真的要排開來這麼長一段時間 就是可以出國 前後會需要非常非常忙碌的工作 對 那接下來講有關就是雙跟這件事情 其實對我來講 我看到很多留言問說 欸你這樣子出國玩還要拍影片 然後還要上傳還要雙跟 會不會很有壓力 會不會真的玩到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第一原因是因為 可能跟這群YouTuber出門 他們的節奏就是大家都在拍片 然後大家也都會花一些時間在剪片上傳影片 所以 其實行程沒有那麼緊 對我來說 因為有這次小頻道的關係 所以我的時間更充實了 就我不會覺得自己浪費了什麼時間 然後加上 因為它是很隨性的 沒有什麼修飾啦 很多時候講錯啊什麼的 都直接放在裡面 就是我有想到說 欸這好像可以拍 我就直接拿出來拍 它不是太多 要先預想好什麼腳本啊 甚至是像那種什麼教學影片 我要先寫好竹子稿 就是不用什麼事先準備 就是當下的反應的一個紀錄 所以我覺得其實 因為有紀錄的關係 還讓我更開心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這個部分 反而雙跟需要花更多時間的是 在影片上線的時候回覆大家的留言 因為我是每一則留言都會看暗暗星 然後有很多也都會回 然後加上設定的時間 因為每一天等於是你要設定兩支影片嘛 其實設定一支影片 影片好囉 然後你要上傳到YouTube 然後設定好這一切 要花大概十到十五分鐘左右 因為你要想標題 你要寫裡面的敘述 你要把它列到播放清單裡面 設定好播放清單 然後你要把 我每一則影片下面都會有一個置頂留言嘛 然後還要那個選縮圖 有時候縮圖要稍微再調一下 因為在影片拿出來的會太暗 就這全部做起來 差不多要十十五分鐘 每一天要設定兩支的話 就差不多半個小時 然後再加上每一天兩支影片回覆留言的時間 就差不多加起來 再一個多小時 所以一天的工作時間 如果雙根的話 就是兩個小時 所以說雙根的確在工作程度上面會長一點 不過呢在這十二天下來 我覺得應付得來 那加上看到大家很喜歡這個系列 然後準時報到 中午午餐配著吃 然後晚餐配著吃 這樣子的這些留言 我覺得是買賣值得的 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說之後如果有旅遊的話呢 我應該也會看心情 就是去這樣紀錄 然後把它也變成雙根 所以之後如果有出國的話 就可以期待會恢復雙根這樣子 那這邊先預告一下 我們其實十二月 我還會再出國一次 是我們阿滴英文的員工旅遊 我們是要去沖繩四天 但是沖繩這一段的Vlog 我可能會想說把它擺到後面一點再上傳 可能會是在年假開始 差不多是1月24號 開始雙根 然後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們去沖繩的這些事情 然後看雙根到什麼時候 原因就是因為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在設定上面需要花比較多時間 那年假我會比較有空做這些事情 然後加上年假應該會 比較多人有空一天看兩支影片 所以呢喜歡旅遊雙根系列的觀眾們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這個頻道在今年的年假 會有沖繩之旅 那接下來呢這支影片之後 我頻道就會恢復日根的節奏 那我都還是會在台灣 所以真的會是比較日常的東西啦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還是可以回來看 不過呢如果有一些影片 是同一天拍的話 我有可能還是會雙根 所以如果不想要錯過的話 大家除了訂閱之外 可以開啟小鈴鐺 那就可以收到這個影片的推播 就不會錯過雙根的影片了 好的好像講了非常的久 算是也好好的收尾了一下 這次的芬蘭之旅啦 那希望這一個系列 大家看的開心也喜歡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